70. 東方日報 少年浮屍案死者為蜜泉沉迴 2015年7月8日 港文A13 本報信 17歲陽光少年大國行 上月8日離家到長洲縮營後離奇失蹤 三日後被發現斯浮南亞島海面 入前一名陸秦魯勇自首 清真實獲死者的背囊 警方根據其提供的線索追查 作在有突破性進展 下午一時許 從案組探員再到長洲觀音灣路觀海亭一大搜索 在梁亭附近沉獲懷疑屬於死者的學生證 提款卡及耳機 據了解 連同早前在小長城山邊檢獲的背囊 初步相信死者的大部分個人物品已沉迴 警方會繼續調查案件 自首後涉嫌盜屍被捕的聖誤 67歲 前日已獲准保釋